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其他细胞必要的养分 三 舒缓压力 人体脑部组织的70%到80%由水分构成 如果脱水 身体和大脑都会感受到压力 一旦感到口渴 已经是出现一定程度的脱水 因此 为舒缓因脱水导致的压力 可以在办公室上放杯水 或者随身携带运动水壶随时补充水分 四 强化肌肉 适量喝水能够防止肌肉抽筋 润滑身体关节 如果体内有足够的水分 运动的强度可以更大 时间也可以更长 更晚感受到极限 这也有助于练出健美的身材 五 滋养肌肤 一旦脱水 皮肤上细小的皱纹和纹理将会变身 水是天然的美容霜 喝水能为皮肤细胞补充水分 使它们更饱满 让人看起来更年轻 而且水分能够去除肌肤上的污垢 改善血液循环 使肌肤焕发光彩 二 喝水时泡十种东西排毒 一 食盐 食盐是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调料 不管做什么菜 如果不放盐 口感会大受影响 而食盐可不是只用来做菜的 水里加些食盐 制成的淡盐水 可是对健康非常有帮助的 中医认为 食盐有着很好的杀菌消毒能力 早上起床后喝一杯淡盐水 可以有效清除口腔的细菌 保护口腔健康 而且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 使排便变得顺畅 有效清除素便 排出肠道内的毒素 从而可以保护身体 不被毒素所伤害 二 蜂蜜 蜂蜜是我们生活中 常见的滋补品 口感香甜 而且营养丰富 古人常提倡 朝延晚蜜 这也是流传久远的养生方式 而晚上吃点蜂蜜的养生效果 非常出色 水里加一勺蜂蜜 制成的蜂蜜水 不仅非常好喝 更重要的是 蜂蜜的营养 浓于水中 蜂蜜水营养 才可以被人体充分地吸收 晚上喝蜂蜜水的养生功效 非常出色 很多人晚上常有失眠的症状 不能在正常时间入睡 睡前喝一杯蜂蜜水 可以有效调节血压 使身体血压处在一个正常水准 达到安神养心的功效 这样可以一觉睡到天亮 而不用担心夜里会醒过来了 三 苦瓜 苦瓜这种食材 我们一定不会陌生 因为其味道叫苦 往往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但是不得不说 苦瓜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大有帮助 苦瓜切片泡水喝 其养生功效是非常出色的 苦瓜中有着非常丰富的维生素C 所以苦瓜泡水喝 可以有效帮助身体 补充维生素C 可以有效增强身体的抵抗力 让身体免受疾病的清洗 并且有很好的清热解毒的功效 保护身体器官的健康 不管什么季节喝苦瓜水 都有着很好的解毒功效 四 枸杞 枸杞是一味常见的中药 很多人喜欢干嚼枸杞 因为枸杞有淡淡的甜味 加上又有着丰富的营养 所以不少人在空闲的时候 喜欢嚼上几粒枸杞 而将枸杞泡水喝的话 那么效果要比干嚼更好 枸杞中的多糖对肝脏 有着很好的保护作用 可以降低血清骨 屏准安眉 促进肝损伤的修复 使肝功能正常一行 五 柠檬 柠檬富含维生素 可以预防黑色素沉淀 分解黑色素 皮肤不好的人 可适量饮用柠檬水 起到美白养颜 延缓衰老之效 此外 柠檬水也有助于防止血液 脏气中的钙离子沉淀 从而远离高血压 心梗 结石等疾病 另外 水中加柠檬 还有去痰效果 堪比肠子 琵琶 六 山楂 山楂片营养丰富 含有丰富的糖类 蛋白质 脂肪 钙 磷铁和维生素C的营养成分 时候有生精开胃 助消化的功效 山楂具有不错的降血脂的功效 高血脂的人 可以适当泡山楂水喝 会有很大的帮助 七 薄荷 薄荷口香糖的重要成分 众所周知 可以预防口臭 而且薄荷亦有帮助消化 清热解乏的效果 特别适合运动后 特别口渴深饮用 能高效解渴 排出体内的新陈代谢残余 八 黄芪 有相关的实验证明 用黄芪泡水喝 会对体内的癌细胞起到抵抗作用 这就是因为黄芪里 含有黄芪黄酮成分起到的作用 常喝黄芪泡水 可以解决气虚表味不顾 所致自汗 气虚外感等株症 多用于虚表多汗 如外感风寒而汗出 黄芪中富含多种微量元素 如多种氨基酸 叶酸 集锡 氫等等 黄芪泡水喝 可以补脾益气 补肺固表 还有增强机体免疫力 降血压 保肝消炎的作用 九 绝冥子 绝冥子中富含的元素 具有明显的清肝明目的作用 可以治疗清芒 暮色 白膜 眼吃痛等各种眼疾 绝冥子中的大黄素 具有筋热润肠的作用 可治内热肠灶 大便密解 对痔疮也有不错的效果 很多茶品都具有降血压的作用 绝冥子茶也不例外 将绝冥子泡茶喝 可以防止高血压 十 红枣 脾胃虚弱 负血 倦怠无力的人 每日吃七颗红枣 或于党身 白树共享 能补中义气 健脾胃 达到增加食欲 止泻的功效 喝水泡红枣 还能改善焦躁不安 女性遭遇症 心神不宁等 用红枣和甘草 小麦酮用甘麦大枣汤 可以起到养血安神 疏肝解育的功效 三 喝水时不能泡这五种东西 一 银杏液 银杏液具有活血花瘀 通落止痛 化着降脂的作用 有降血压和降血脂上 有一定的功效 但有效成分 像黄铜类 贴内脂类 要经过严格的工序提炼以后 才能发挥它的作用 不是泡水就能出来的 甚至银杏液含有有毒的成分 随便泡水喝 可能会中毒 二 胖大海 胖大海具有清肺热 润喉的作用 但也并不是适合 每一个人使用的 对于脾胃虚寒 容易拉肚子的人来说 长期泡水服用 很容易伤脾胃 而老人不宜常喝胖大海 长期饮用胖大海 会产生大便稀薄 胸闷等副作用 突然失音及脾虚的老年人 更因慎容 三 甘草 甘草片是很常见的药物 很多人家里都会常备的 甘草片泡水 能够有效地治疗咳嗽 口腔溃疡等情况 但是甘草具有微量毒性 不能长期服用 此外 甘草片中含有一些鳄片 这种物质长期服用容易上瘾 同时 大量服用甘草会出现水肿 血压增高 血甲降低 四肢无力等 甲醛固醇增多症 肾病患者必须慎用甘草 四 野菊花 中医上认为 这种药材性寒胃苦 服用后具有抗感染 抗病毒 以及清热散风的效果 但是野菊花泡水喝 并不适宜孕妇 若是性寒体质的患者 服用了野菊花 那么会导致 这类型患者体质更差 不仅脾胃会变差 同时免疫力也会降低 不利于身体健康 五 黄芪 黄芪胃肝可补气补血 其煮水来饮用 的确能够达到增强免疫力 补脾肺脂气 增强体质的养生效果 不过专家强调 黄芪是可以泡水喝的 但一定是要刚烧开的开水 那样才能泡出药味 此外 黄芪水也不是谁喝都好的 也要分体质 通常 肾阴虚者不宜服用 如果你发现自己舌苔发红 手脚心都发热 五心烦热 口干舌燥 容易心烦 这些都是阴虚的症状 这种体质的人 是不适宜喝黄芪水的 湿热体质的人 也最好不要饮用黄芪水 如果要服用 最好与清热的东西来搭配 如黄莲 黄芪等等 现代人也越来越有养生意识 每天都会往杯子里 泡点自己认为有益的东西 然而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泡的 如果不了解其主要功能和效果 往往会适得其反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秘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